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小孩太嚣张了 我有一个五岁的侄子 他淘气我打了他一下 他居然都对我喊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我说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 他说让他俩干一架呀 我也愣住了 问我哥 他爸到底是谁呀 我哥说你疯了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吗 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 他平常只看综艺 前两天我推荐他看奥运会回放 他被一百米短跑迷住了 跟我说杨波 他们怎么跑这么快 这还试人吗 我说你把二倍速关了 苏炳天白米长计 四秒九一 我说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 他说那你还去参加 我剪完一个段子会停顿很久 有人微博问我 你是不是忘死人在想呢 我说不是 这是留给观众投票的时间 我太不要脸了 我们继续 我很讨厌上班早起 有一天我起晚了 怕迟到 打了个专车 上车发现司机是我老板 他看着我 你好像要迟到了呀 我说 那就看你表现了 还是迟到了 他扣了我工资 我给了他差评 我很怕在生活中遇到老板 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 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 我很害怕 我假装看不见他 开始玩手机 来了一条微信 别装了 我看见你了 我很尴尬 因为那天我请了病假 他看着我 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好了 我要讲一些正经事了 我要开始走心了 大家准备好 我来上海很久了 我有一年 春节没回家 跟房东阿姨两个人棍联 别误会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看着我 小伙子 我孩子今天也不回来 但看到你吃饭 我好开心 我说阿姨 你也吃两口吧 就知道你儿子 为什么不回来了 最后我想说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拿身边 各种人编故事 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 因为第一轮 我拿我哥的婚姻 开玩笑 结果上个礼拜 他俩真离婚了 还让我开车 送他俩去民政局 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 因为要憋笑 我哥更难受 他没憋住 讲完了 谢谢你了 对 这确实有点美 今天真的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我本来以为 我已经见过很多大市面了 我怎么又被这个节目录紧张 尤其是我 我其实已经赢了 因为我已经是多国秀女王了 我已经赢了 你看看这些人 你们看到他心里想的是 这是决赛选手 而我想的是 没有一个我的竞品了 我也没什么好紧张的 对吧 能进决赛 真的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我去年进 今天又进了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你说我怎么做到的 杨摩恩 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可以满足了 尤其是今天主题 叫幽默陪你走过四季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就想说 不 幽默就陪你们走到这了 我也不想当大王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 被过度的重视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 小的时候有一次 我们家只剩一个冰激凌了 然后我妈就给我了 没有给我弟 我弟就说 妈我也想吃冰激凌 我妈说 你着什么急啊 以后这个家都是你的 我当时想说 天哪 这不就会是传说中的重男轻女吧 但好像对我也没什么伤害 长大以后 我妈又开始逼我弟 继承我们家的家业 也就是养猪场 我弟特别不乐意 说我姐 为啥不用养猪啊 我妈说 不是说了吗 以后这个家是你的 我当时在旁边就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说 有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 Girls help girls Go power Go power 我弟 真的啊 他从小到大跟我吵架 没有赢过 你知道他小的时候 有一次回来 放学回来 特别要我杨的 说姐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姓杨 我说 但是你知道吗 在咱俩里 只有我生的孩子 能确定是我的孩子 他听懂了 他说你不能怎么对我 我虽说是个男的 但我也是你弟啊 我说你还是没听懂 小伙子 真不一定 听完这句话 他哭得就像是一个 来路不明的孩子 你知道 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战胜我 还不死心 他说你别笑了 他现在跟我说 你别笑了 你知道吧 我都没跟你说 你一笑牙龈看起来特别大 黄眼 我说你懂啥 那是因为我牙龈健康 因为我用云南白药 口腔修护寒素液 搭配活性太阳 帮助减轻牙龈问题 呵护口腔健康 你猜怎么着 姓杨不姓杨都让用 这个比赛 真的不能再往下比了 你知道吗 再比 比如说没有段子 我都没有弟弟了 但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话题 因为我这一年新的生活没法写 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一个节目的录制现场 然后当时正好有四个工作人员 要带我上厕所 你懂那种感受吗 就是我的内心里 有一个理智的声音 你说四个人也太夸张了吧 但同时又另一个虚荣的声音 说四个人也太夸张了吧 这就是成功的感觉吗 然后我就跟我自己说 不行 杨丽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堕落了 你要想你原来 你开始为什么做这个 你原来 你是热爱艺术 你也不是热爱金钱 我要变回那个热爱艺术的 纯粹的自己 我就回去找了我大学时的朋友 我说朋友你快救救我吧 我堕落了 我现在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说完还帮他把刚穿漏的袜子 补上了 他也很好 帮我把我新买的纯金黄罐 戴在了头上 我说别带了怪众的 拿去换套房吧 运气好的话 这个黄罐能请到忽兰两天 还有这个 好吧 我承认的这一段是我编的 他真正说的是 他说你还记得十年前 我们一起画画的时候 我们聊起了梦想 你是怎么说的吗 我说十年前 那我肯定是说 我要做出这个世界上 最深刻的艺术 我要做一个艺术家 他说不 当时你简单地 跟我说了四个字 你说的是 我要出名 我当时想说 我要告你 我说不是我说的 是忽兰说的吧 怎么可能 十年前 我从小 不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 敏感痛苦热爱艺术的人 我这辈子 都有可能过得 特别惨的一个人吗 他说 不是 你从小就庸俗肤浅 见风使多的 你放心 你这辈子会过得特别好 所以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 充满世俗欲望的人 我根本不是那种 假装淡泊名利的人 我自己把我自己都骗了 所以我收回上面那些 我进到决赛就已经很好了 不用给你们 不用你们给我投票的 叽叽歪歪的话 我希望你们都给我投票 我要继续比赛 因为幽默突然改变主意了 幽默就是要陪你们走过四季 你们要是不给我投票 你们就是不支持女性 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我不能代表女性啊 我不配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所以你们要是不够投票 你们就是不支持我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说希望你们支持我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杨丽 一 三 二 一 请投票 就是人家有钢牙棒 你有天真盖的 就这么高的 可以 欣赏你的喜剧精神 杨丽这么编排自己的弟弟吗 太狠了吧 我觉得那段还行 那段仿佛是一段 来自多云社的包袱 很喜欢 传统喜剧吧 上来我就想给一个的 但是我想还是 等到最后被威胁的时候 那真的不是到威胁的时候 因为我就要给他那个 其实他那个是想来一个 富富得正的感觉 谢谢大家